中部各县市都举行盛大的国庆活动 老林县府首次在国庆日举办升旗典礼 那原本预定800个名额 结果实际报名的人数是暴增两倍 乡亲们一早就来到了会场 要一起帮国家庆生 另外台中续府也在市政大楼的府前广场 举办了盛大的升旗典礼 今年是有60名的消防人员 斩户全国最大20×30公尺的巨幅国旗进场 场面相当壮观 从高空俯瞰今天白日满地红完美绽放 20×30公尺全国最大的巨幅国旗 由60名消防人员往四个方向展开 场面壮观 整齐化一的光华高宫乐仪队 为台中市双十国庆升旗典礼揭开序幕 台中市府邀请U12世界杯棒球选手和消防员 以及特搜队搜救犬一同领唱国歌 清城户外的感觉偏凉 但现场依旧涌入热情的民众 民众都期盼国家发展和经济可以一年比一年好 而市长如秀燕市政表现荣获五星好评 他也在典礼中许下三个愿望 期盼国人可以更幸福 挥别疫情后的国庆升旗典礼 今年市府广场聚集上万名市民起了大早 而这样的画面也出现在苗栗县 苗栗县府首次举办国庆升旗典礼 原本预定八百位名额 没想到最后出现两倍的人潮 苗栗相亲共享盛举 让县府首次举办的双十庆典热情爆棚 邀一同为中华民国欢庆生日 台中苗栗总统报道